好来看到这起意外 警察是高风险的工作之一 凤林分局齐美派出所远 仅在执行巡逻 行进锐碎国光南路十字路口的时候 不慎跟修旅车发生了擦撞 造成两车车损 幸好并没有人员伤亡 可以说是不幸中的大幸 尖锐刺耳的刹车声 紧接着就是一部警车 与修旅车发生差状 巨大的碰撞声响 就连住家小狗也受惊狂吠 凤林警分局齐美派出所远警 上午执行巡逻情务 行进国光南路十字路口 与重新深路往西方向行 使得白色修旅车发生差状 造成双方车损 幸运的是都无人受伤 两车驾驶也都没有酒驾 事故发生的详细原因 警方也送检验单位鉴定 以厘清照则 警察该路口是一个无耗制的路口 那如果没有耗制的路口 在路前的区分上 是一座方车 应让右方车先行 那本起案件 巡逻车是属于右方车 所以路前归属在巡逻车的这一方 由于凤林分局辖区远警 也曾在执行时发生重大的交通事故 因此也将持续要求远警驾车 应保持防御驾驶观念的警戒心 同时也呼吁驾驶人驾车行进路口 应确实遵守慢看停交通安全观念 以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 记者十一玉兰瑞翠采访报道